我喜欢滑雪 每年冬天我都会去滑雪场滑雪 今年雪下得特别大 这让我非常激动 从我家到滑雪场 开车大概要三个小时 所以我一大早就出发了 滑雪的装备有点多 除了滑雪板以外 还要准备滑雪服 滑雪镜 手套什么的 该你了 我喜欢滑雪 每年冬天我都会去滑雪场滑雪 今年雪下得特别大 这让我非常激动 从我家到滑雪场 开车大概要三个小时 所以我一大早就出发了 滑雪的装备有点多 除了滑雪板以外 还要准备滑雪服 滑雪镜 手套什么的 她的爱好是什么 今年的雪怎么样 开车到滑雪场 要多长时间 下面哪项不是滑雪装备 我的爱好是看书 我特别喜欢看小说 最近我在看一本中国小说 三体 看书不但能增长知识 而且能放松心情 我每天都会看一两个小时 有时候完全就沉浸在故事中 感知不到周围发生了什么 该你了 我的爱好是看书 我特别喜欢看小说 最近我在看一本中国小说 三体 看书不但能增长知识 而且能放松心情 我每天都会看一两个小时 有时候完全就沉浸在故事中 感知不到周围发生了什么 他喜欢干什么 他喜欢干什么 看书有什么好处 他每天看多长时间 他每天看多长时间的书 他为什么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该你了 我是一个足球迷 虽然踢球踢得不好 但是特别喜欢看足球比赛 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 我绝对不会错过 熬夜也要看现场直播 没有足球 我一天也活不下去 我的愿望是和梅西拍一张合照 他喜欢什么 他喜欢什么 世界杯几年一次 他熬夜干什么 他熬夜干什么 他的愿望是什么 我是一个健身教练 因为特别喜欢健身 所以当了教练 我每天在健身房工作四个小时 既能赚钱又能健身 真是一专家 真是一专家 但做教练一定得保持身材 不能长胖 该你了 我是一个健身教练 因为特别喜欢健身 所以当了教练 我每天在健身房工作四个小时 既能赚钱又能健身 真是一举两得 但做教练一定得保持身材 不能长胖 他做什么工作 他在哪儿工作 他每天工作几个小时 他的工作需要什么 我是个爱做饭的人 我不是厨师 可是特别喜欢下厨 我的拿手菜是 意大利面和糖醋鱼 家人和朋友都很喜欢 吃我做的菜 只要我一有空 就给他们做好吃的 看着他们吃得 津津有味的样子 我也觉得很幸福 该你了 我是个爱做饭的人 我不是厨师 可是特别喜欢下厨 我的拿手菜是 意大利面和糖醋鱼 家人和朋友都很喜欢吃我做的菜 只要我一有空 就给他们做好吃的 看着他们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看着他们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我也觉得很幸福 他的爱好是什么 他什么菜做得最好 他什么菜做得最好 他什么时候给家人朋友做菜 为什么他觉得幸福 为什么他觉得幸福 是我们下班的东西 我是 baro 我开不敦补给我 为什么我们下班的东西 你不说好